我这么服了 一份腊炒鸡架居然要18块钱 你知道我用6块钱能做出来多少腊炒鸡架吗 要说咱们东北这边对于这鸡架的做法呀 那是五花八梅的呀 你别瞅着老鸡不架的不起眼 但是这玩意炒出来那味道还挺特别的呢 这鸡架忽熟了给它撕开 啥能吃啥不能吃都渴你自己心情 就既定间这玩意还有人专门都得意这一口呢 鸡肺子和这贴骨血都给它扔掉 长多大嘴就刺多大块 看见没就盘子里边的一个小香料啊 你别说炒鸡架的 就炒鞋垫子里嘎嘎香的 就这些料都爆香之后 给它来上一勺皮线豆白酱 这豆白酱给它多扒了一会儿炒出红油 然后把这个圆葱还有这鸡架下锅就行 扒了扒了给它多炒一会儿 这样好吃 调味就放点生抽 再来点蚝油 再放点老抽 颜色看着好看 白糖多放点 放点味精 这盐给它适当放一点点就行 你要放多它嘎就咸了 炒匀之后 再放点这紫安芝麻辣椒面 放点香菜 最后在这锅边上给它淋点小陈醋 这小味儿 得儿家伙就上来了啊 你瞅瞅这这小鸡架香辣入味的 它能不好吃吗 最重要的是做法超级简单 长个手就能做 再配点那冰镇小啤酒 简直是无敌啊 快的你家老爷们给你做吧 我看看还有谁出去吃那干锅土豆片 不是紫闷 你疯了 一份干锅土豆片26块钱 我真想到你中间掏一下子 咱不花那园子 我在家教你们做 这土豆片给它稍微切厚点 要不然一炸就碎了 切好这土豆片 一定给它泡好的淀粉 要不然炸完了 吸囊吸囊的 这配菜就切点五花肉 切点葱蒜 来点辣椒圈 放点蒜苔 爱吃芹菜的你就放芹菜就行 我不愿意吃芹菜 泡好的土豆片里边 给它来点这土豆淀粉 给它挂一层挂匀了 有粘的就给它掰开 油温六成热给它下锅炸 炸的时候手放低一点 太高了 然后它一崩崩手上 嘎就起个大泡 就根本给它手放低一点 然后一片片都往里下就行了 下锅之后先不要着急搁愣它 你看现在这样 你等会儿它定型了 再给它打散就行了 要不然人家搁愣都搁愣碎了 你看它定型之后 你咋搁愣它都不积眼 它不带碎的 就给它炸到这种都飘起来了 这刚刚的外边有层脆壳就行了 炒的时候 先把这五花肉给它炒香了 然后再放点干辣椒麻椒 把咱们切好的配菜都放里 给它都炒香了 然后放两勺这个小香辣酱 给它炒出红油 这酱都给它炒香了 这个时候下咱们炸好的土豆片 调味就少放点味精 再放点白糖就行 盐就不用放了 再放嘎就咸了 锅边给它来一点生抽就行 最后再撒点小芝麻 嘎嘎香 然后都给它咯咯匀糊的 这小味子炸我这上来了 这不就好了吗 这小土豆片 你瞅瞅这小土豆片 这不嘎嘎的吗 这小干锅土豆片嘎嘎板着 以后谁再管你要26块钱 你直接掏着当劲 几块钱完美解决 谁花那26啊 你是渊总啊 都自己在家做啊 来我看看还有谁出去吃人的辣子鸡去啊 你家趁八万脏啊 那辣子鸡死贵的 这玩意就屁大点这么一盘 够谁吃啊 我教你们 都给我在家做 这备料就准备两个鸡腿 葱姜蒜 来点葱段 一大辣椒 ok 搁剪的把这骨头都给它剃下去 别搁老菜刀 整手上没那两下子 这去好骨头的鸡腿 都给它切成这小块 切这么大就行 这葱姜里边给它搁点料酒 抓不抓 我给它抓不出水了 把这水给它倒在这个鸡肉里 放点生抽 再放点蚝油 放点盐 来点味精 搁点胡椒粉 给它这么一抓锅 抓锅抓锅就行 最后再给它放点这土豆淀粉 给它抓过匀糊的 腌20分钟就行 这油温五成热 给它下锅炸就行 下锅之后等两分钟 拿筷子给它打散了 要不然咋都放环炸一块儿了 别跟我说废油 那不嘴馋吗 再说这油也没炸把 明天今天炸别的呗 炸熟了给它捞出来 油温升高再复炸一下子 这样的外边就有脆壳了 都给它炸成这样 外边会成脆壳 就行了 把这葱姜蒜给它下锅 扒了扒了给它爆香了 然后把这个干辣椒麻椒放里边 小点火 小点火 要不然这辣椒都炒糊了 看不看见 这辣椒给它炒变散了 这辣子鸡好不好吃 跟这辣椒很大关系 就炒到这个程度 都出香味的 把它炸好的鸡肉放里边 咯咯咯咯 小味就少放点盐 放点味精 再放一点白糖 然后把它葱段放里边 最后再来它一把白芝麻 把它调料都给它炒匀了 这多简单呐 这不就完事了吗 这十多块钱还整一大盘子 这学没学会呀 再变出一点去了